我們歡迎全球運動題我們帶來 TLS Demystified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cs and compiler support behind SWAT LOCAL STORAGE 好謝謝各位 那我看了一下今天的議程表 我發現說就是光看標題 我們可以發現Linux的議題就有三個 那相較於我這個 比較偏向Compiler的議題就是有點孤單 不過我沒有理由的相信 就是說Linux的朋友應該也會對這個議題感興趣 我們先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Linux它是不是執行序安全的 如果你有做過Linux開發 你應該對這個變數很熟悉 就是它是可以讓你用來去看說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錯誤 那想像一個情況 假如說你今天在一個執行序裡面 執行了這樣的一個程式 然後你要去檢查這個Linux它的數字 那有沒有一種可能是你在檢查之前 你這個變數就已經被其他的執行序給改寫掉了 因為它是權域變數嘛 大一的程式課都教你說權域變數 它就是所有的function所有的執行序都看得到一個變數 那這種情況有沒有可能發生 聽起來好像是有 但實際上當然是 不可能的嘛 如果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這個世界就大亂了嘛 那麼多裝置都在那個世界 這個東西又不可靠 那你要怎麼做工作對不對 那問題來了 它明明是一個權域變數 可是它卻可以做到執行序安全 而且不依賴於任何一個Mutex 或者一個spinlock 這個背後的機制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主題叫做 Fair Local Storage 執行去區域儲存空間 那執行去區域這個可能有一點模糊的這個字詞 我們先放著不管這個 這個等我們這樣講完之後 可能各位會有更深層的理解 我們要來探討Storage這個字 看到這個Storage 我們可以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 它是用來存什麼的 很重要嘛 儲存空間用來存東西 那它是用來存什麼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 它要怎麼去被存取 就是說我們要透過什麼樣的機制 什麼樣的機制 才可以拿到那塊儲存空間 第三個問題是 編譯器是怎麼幫助 開發者去存取這個 Store Local Storage的 第二個問題跟第三個問題 聽起來好像有點像 但其實它們關注的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它關注的是 比較Low Level的問題 它會牽涉到一些很 你平常寫程式看不到的細節 像是它的那個Coding Convention 或者是一些 那個CPU的指令等等之類的細節 那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要關注的是 你的Programming Model的問題 意思是你要 程式語言它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把這個功能給曝露給 曝露給開發者去使用這樣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來探討的第三個問題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問題 就是它是用來存什麼的 今天如果你有上過大A的程式課 你應該會知道這個東西 就是 那個IntA它就是一個全域的變數 它可以被所有的函式給看到 共享 那這之中當然也包括執行序 在執行序看到他們都 執行序看到的A都會是同一個 然後如果你就是 就是這樣沒有那個保護 沒有那個Lock的去保護的話 它就會發生Risk Condition 就是說你寫的詞 可能就會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又被另外一個執行序寫的詞給蓋掉了 那如果 如果你今天把它宣告成 執行序區域變數的話 這個是C++的Case 那每個程式語言都有 啪的不同的寫法 那以C++來講 就是在前面加一個ThreatLocal 這個關鍵字 你把這個權域變數 宣告成 那個執行序區域變數的話 會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發生 就是你看說 這個程式語言它 就只有一個A 它沒有什麼A1 A2 A3 它就只有一個A看起來 但實際上這個執行環境 它會自動幫每一個執行序 給複製出一個A 你今天 這個Launch一個Thread 它就會幫你複製出一個A 然後你再Launch一個Thread 它就會再幫你複製出一個A 一個Thread 又複製出一個A 每一個執行序 它們都有自己的一個A 不會跟別人去共享 這個背後 這個東西就叫做 磁行序區域變數 我們叫ThreadLocalVariable 而這個 ThreadLocalVariable 它存放的位置 就是 ThreadLocalStorage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那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這個AerMember 它背後的機制就是 這個ThreadLocalVariable 這也是為什麼它不會發生 這個 執行序不安全的一個狀況 那好 那你接下來可能會好奇 我們要怎麼去存取它 在回顧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要來看一個很 基本的概念叫做 SharedLibrary 這個SharedLibrary機制會嚴重的影響 我們的這個 ThreadLocalStorage的架構 所以我們可能要先來帶過一下 那可能各位都知道 不過我們還是wrong一下 這個SharedLibrary 它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每一個執行檔 它都把它用到的韓式庫 像是C標準韓式庫 或是C++標準韓式庫等等 它都把它鏈接到它的執行檔裡面的話 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它會很佔空間 如果它是佔硬碟空間 那也就還好 反正硬碟很便宜 如果它佔記憶體空間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 如果說你今天一個 一個韓式庫它的大小是1GB 那你的記憶體 頂多一個server256GB 那你一個是一台server 最多就只能跑200多的程序 這個是遠遠不足 不足像我們現在的需求的 然後還有第二個問題 是它很浪費時間 你每一次啟動程序 你都要把那一個 一模一樣的韓式庫 給讀取去你的記憶體裡面 你可能你按一下Anton 你都要過兩三秒 那個程式才會開始跑 這個是非常浪費時間的 所以工程師就開發了 就是弄出一個東西 叫做share library 它的機制是這樣 它就是記憶體裡面 它實際上只有一份 然後透過虛擬記憶體 把這個韓式庫 給映射進每個程序的記憶體空間 這會有兩個好處 它是什麼 它解決兩關 第一個是它很省空間 因為它實際上就只有一份 剛剛我們原本有200多個copy 但現在我們只有一個copy 然後它第二個它很省時間 因為你不一定要在程序初始化的階段 就把它給讀取進來 你可以等到你用到的時候 再把它讀進來這樣 那這跟我們的ThreadLocal Storage 有什麼關係 就是這個share library 它也會用到ThreadLocal Variable 它會用到ThreadLocal Variable 就會用到ThreadLocal Storage 那如果 我們在每一個thread初始化的階段 就把每一個share library 會用到的ThreadLocal Storage 都給初始化完畢的話 也會遇到我們剛剛的兩個問題 你第一個是浪費空間 第二個是浪費時間 而且你今天thread的數量更多 你可能一個訂票系統 10萬人有度 你就有10萬thread 然後你每個thread 它用到ThreadLocal Storage 只有1GB的話 那你就有10萬GB的機器 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實際上 ThreadLocal Storage它是不連續的 它會分身在各個地方 它不會一次就給它初始化完成 它會等到它需要的時候 才把它讀取進來 所以它會是一個分散式的架構 那為了把這個分散式的架構給組織起來 可想而知 我們就會需要一個指標陣列 這個指標陣列 它就是裡面每個元素 每個entry 都會存放 每一個threadLocal Storage的機體位置 而這個陣列 它會被保存在一個資料結構 叫做threadControlBlock 如果你有錯過Linux kernel開發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一個東西 叫做processControlBlock 那這個threadControlBlock 也是一樣的概念 它就是會存放一些跟thread相關的資訊 像是它的編號 或者是它stack的記憶體位置等等的 那 在這之中 在這之中它也包含了這個 我們等一下吧 好 這個指標這裡 它會保存在一個threadControlBlock裡面 那這個threadControlBlock就是跟thread相關的資訊 所以看到這裡我們可以隱隱約約的勾勒出一個存取的步驟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知道什麼 我們需要知道這個threadControlBlock被放在哪裡 這個其實很簡單 它這個threadControlBlock的位置通常會被保存在一個暫存器裡面 那是被保存在哪一個暫存器 就是看那個CPU ISA它怎麼定義的 但不管怎麼樣我們要拿到它的位置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我們就去看那個暫存器裡面的那個值是多少就好 從那個暫存器裡面拿到這個threadControlBlock的位置之後 我們再從這個threadControlBlock裡面 拿到這個指標陣列的位置 然後再來再來 我們就看說我們要存取的那個變數所在的threadControlBlock 是非放在哪一個 第0個 第1個 第2個 像這個就是被放在第3個 好 我們找到第3個元素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到我們要的那個threadControlBlock的位置 之後我們再只需要知道 我們要的那個變數是非放在這個threadLocalStorage裡面哪個位置 它是第8個byte還是第16個byte還是第30個byte 我們只要知道 我們就可以順利的拿到我們要的那個threadCodeVariable 好 這整個步驟有點複雜 所以我們就會想辦法把它抽象化 所以說Linux這個平台 它有提供一個函式叫做TLSGetAddress 它會幫你把這整個很複雜的步驟給處理完畢 好 講到這裡 如果我剛剛沒有講得太爛的話 你應該會意識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我要怎麼知道這個threadLocalStorage它是第幾個 像我們剛剛這個例子是第3個 可是實際上我要怎麼知道它是第幾個 它有可能在第2個嗎 還有可能在第1個嗎 還有可能在第0個嗎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我要怎麼知道這個threadLocalVariable 它在這個threadCodeStorage裡面哪一個byte 可能是第8個byte 也可能是第16個byte 所以實際上我們還需要兩個數字 就是說它第一個它是在第幾個 它是在第幾個threadLocalStorage 第二個是我們要知道它在哪個誤差哪個byte 知道這兩個數字之後 我們就可以呼叫這個threadAddress 幫我們把這整個步驟給完成 好 那這兩個數字到底要怎麼拿到 實際上還會被存放在一個東西叫做GOT 全名叫做GlobalOffset Table 這個GOT是每一個程序 它都會有的一個資料結構 它就是一個表 然後我們要的那兩個數字 就會被放在這個表裡面 所以到這邊我們已經可以很明顯的 看出說我們整個存取的步驟了 首先第一個是 假如說我們要存於這個a 第一步我們要先拿到我們的這個 編號 就是說它是在第幾個 第二個 再去拿從這個GOT裡面 拿到我們要的誤差 就是說這個變數它是在第幾個byte 可能第8個或是第16個 拿到這兩個數字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呼叫這個threadAddress 拿到我們要的那個變數的 記憶體位置 就是個指標 在程式語言概念它是個指標 然後拿到這個指標之後 我們就可以對它做derifference 拿到我們要的變數的值 到這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出說 我們已經可以很明顯很清楚的回答第二個問題 就是它是什麼存取的 就是透過這兩個步驟 tlsgetAddress 跟我們拿到它的位置之後 在很簡單的做一個derifference的動作 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變數的位置了 好 看到這裡你可能還是很好奇說 這還是有一點點複雜吧 你每一次你存取一個 存取一個這個 你都要 跑這兩個步驟 麻煩對不對 可以的話 我們當然是希望可以 像使用普通的變數一樣 使用這個threader code Variable 就像我們這個 程式碼中的那樣 我們不用用什麼threadaddress 我們就直接 就是直接把它當作是一個simple 使用就可以了 這個有沒有可能辦得到 有 但這就需要compiler的支援了 接下來我們要回答第三個問題 就是compiler是怎麼把 這個看起來很抽象的一個程式碼 轉成這個具體的存取的步驟 那接下來我們會用 會用一個東西叫做LVM當例子 抱歉 破音了 LVM它是一個compiler的框架 就是如果你大一程式科有上過 你應該會用過一個東西叫做GCC GCC 那LVM就有一點點類似 但就稍微有點不一樣 但類似 它的功能也是可以幫你把程式語言 轉換成實際的機器指令 那LVM它做程式碼生成的步驟是這樣 首先第一步 它會把一個程式語言 像我們這邊C++ 轉換成LVMIR 這個IR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種程式語言 只能它比較比C++還要DJ一點 那你可能會好奇說 它很DJ 它跟我們平常看到的那個X86的左右語言 或是ARM的左右語言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於它並不包含任何一個CPU的資訊 就是說它今天這個是可以適用於任何一個CPU的 這樣的好處是 你不用幫每一個CPU都開發一種IR 就是X86你可以用這個LVMIR ARM也可以用這個LVMIR 那我們就可以省下很多的功夫 今天這個IR通常會是由Compiler的前端去做的 那LVM的話它就是用CLAM去做 它就是一個類似GCC 跟GCC是一樣的東西 那用CLAM把C++轉成LVMIR之後 它下一步會把它轉成一個有向無環圖 這個有向無環圖 它每一個點 就是我們這邊看到每個長方形 它都會是一個指令 然後每個指令跟指令之間都會是有一條邊連著 這個邊代表的是資料的相依性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假如說我看說 我們今天這個指令 它有一個編值像這個 代表說我們這個指令它會用到上面那個指令所產生的一個值 這個就是所謂的資料的相依性 那之後這個LVM會把這個有向 在這個有向無環圖上面做程式碼的生成 也就是說它會把這個有向無環圖 轉成CPU看得懂的那個指令 像是X86看得懂的指令 或是ARM看得懂的指令 或是REX5看得懂的指令 轉完之後它會變成一個東西叫做MIR 這個MIR它也是跟LVMIR差不多的概念 只是它又比LVM更低階 像我們這邊已經可以看到很多跟這個CPU相關的指令 還有一些像是跟它ABM相關的細節 像是重定位的條目等等的 還有一些就是像是 像我們這邊也可以看到一個Global Offset Table 就是在第二行我們可以在旁邊看到一個Global Offset Table 它這個概念也會在MIR出現 但是在LVMIR它是沒有的 就是說它是比一個LVMIR還要更低階的東西 然後這個MIR最後就會被轉成機器實際上看得懂的指令了 這就是LVM它做Cogeneration的步驟 它會先轉成IR 再轉成一個有向環圖 最後再做指令生成之後 轉成一個組合語言 最後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那以這個TRS的例子來講 它存取一個變數 它第一步翻成LVMIR的時候 它會被翻成兩個指令 第一個是這個LVS ThreadLocal Address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要拿到這個變數的記憶體位置 然後呼叫這個還是之後 我們會拿到一個指標 第二步之後 我們就可以對它做Dereference了 那接下來這個LVMIR 它會被轉成一個有向環圖 然後我們要在這上面做指令生成 但這個看起來好像很複雜有沒有 很複雜沒錯 但是我們要關心的實際上只有 這個Global TLS Address這個指令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匹配這個指令 然後把它手動轉成另外一個有向環圖 這個另外一個有向環圖 它就是可以被我們的後端看得懂的一個 它最後會被翻譯成後端看得懂的指令 那這個背後其實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但並沒有太複雜的程式碼 這整個實作的過程 就整個實作的程式碼 我這邊其實就只有不到100行而已 我們第一步就是用一個SwitchCase 去匹配這個指令的名稱之後 再來就是用這短短的幾行程式碼 去把它轉成生成一個一個 生成一個一個那個Dag裡面的那個點 然後在Dag之間建立一些編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整件事情做完了 然後後面的事情 LVN它的框架就會幫我們處理 整個過程不到100行的程式碼 那之所以可以用這不到100行的程式碼 把這個看似複雜的功能給做起來 那是因為背後有好幾千行的程式碼 幫我們把複雜的細節給處理掉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LVN它是一個 設計相當不錯的一個軟體架構 它的可擴展性很高 你不用為了增加一個功能 而去修改上千行的程式碼 不用 你只需要在你的 你的這個Repository裡面 新增100行程式碼 你就可以把這個功能給做起來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LVN我覺得算是一個蠻值得 去study的一個專案 那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你想要貢獻這個LVN這個專案的話 我這邊有一個機會 機會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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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跳過一下 考慮個case 如果今天有兩個 3LVN他們都存放在 同一個3LVN的話 以我們剛剛那樣的解說來看 我們是不是要呼叫兩次TLS gate address 才能夠拿到他們兩個的位置 有沒有可能我們就只呼叫一次就好呢 呼叫一次拿到這個Fellicle storage的頭之後 我們再分別去加上他們的誤差 就可以拿到他們的記憶體位置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原本要好幾次的呼叫 把它縮減成只要一次就好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 但是這背後牽涉到一些 稍微有一點點 複雜的分析 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個分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首先這個存取的步驟 剛剛我們是兩步 第一步 TLS gate address 第二步去Dereference它 但這裡我們要分成三步 第一步也是一樣 TLS gate address 然後 欸 好了也是兩步 第一步 抱歉 第一步也是呼叫TLS gate address 然後第二步就是我們要去加那個Obset 剛剛我們 那在這裡我們可能會有兩次的存取 那你可能會想說 OK 我要怎麼去把它給多餘的那個給刪除掉呢 我們就從最下面的開始往上看 OK 如果我又找到一模一樣的TLS gate address的話 我就把它給拿下來用 然後這個第二個就可以刪掉了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我們來考慮一個 這樣一個case 如果你程式法裡面有if跟else的話 你的control flow就會分岔 就是說如果你有if的話 你就走另外 左左邊 有else 有else的話就走右邊 那 如果說我今天的兩個TLS gate address 分別位於最下面 還有if的proach 那 我能不能直接把if的那個拿來用 不可能嗎 因為你有可能走的是else 如果你走的是else 然後你還把那個if的那個字拿來用 你就會拿到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東西的值 然後你就會發生很嚴重的錯誤 然後你就會發生很嚴重的錯誤 好 這裡的不行 那 欸我這裡的可不可以 可以嘛 因為今天你不管走的是if 還是走的是else 你在走到最下面那個block之前 你都一定會經過最上面那個block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上面那個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拿下來用 不會有這種問題 這樣的一個關係 就是說我們 經過這個block之前 不管走哪一條路 都一定會經過的另外一個block 我們叫它 我們稱它為 Dominator Compile的課本裡面會叫它Dominator 那實際上 這樣的一個Dominator的關係 會構成一個樹狀的架構 所以看到這裡 我們應該可以知道說 要完成這個最佳化 我們需要先分析說 這個block它所組成的那個Dominator Tree的關係是什麼 拿到這個Tree之後 我們再從這個Tree 沿著 從我們要的那個block開始 沿著那個Tree往上走 走走走走 走到 如果說我們有看到哪一個block裡面 有Tree address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放心的拿下來用 那 這個就是我們 要達成這個最佳化需要的一個分析 那這個Dominator Tree的分析 實際上LVN已經有幫你實作出來了 你只需要去呼叫它就好 那有一個壞消息是 LVN它有一個後端 就是M68K 就是 其實我剛剛好像應該要介紹一下 什麼是M68K 那不管我們先跳過 LVN M6K 是我跟另外一個人 維護的一個後端 它就是一個類似跟X86一樣的東西 只是它比較老一點 然後也比較沒什麼 沒什麼能再用一點 這個LVN M68K後端TLS的 這個功能是我實作的 然後換消息是什麼 這個最佳化我還沒做 好消息是 這個就是你的機會 就是說如果你 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做這個 你想要貢獻LVN專案的話 你可以來嘗試看看 就是說我覺得LVN它 跟Linux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比較開放一點 今天你一個 無名小組 像我這種小屁孩 你送 你送 PR 基本上都會有人幫你review 像我之前就曾經被這個 Chris Lightner 就是這個專案的作者 他是 這個 這個專案的 這個 貢獻數最多的 也是曾經帶過 Google Apple的一個很厲害的工程師 他也曾經幫我review過我的PR 所以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的它這個 這個文化就是說 你送PR只要夠好 大家都會願意幫你去review 所以說如果你想做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以上謝謝各位的捧場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有什麼問題 應該有些蠻明顯的問題 就是shared object 所存在影響TLS的設計 那 所以請問那如果DL open的時候 那TLS會怎麼運作呢 如果我DL open load一個新的shared object 進來的話 他會 去看那個 那個程序的GOT 看他有哪些 他會先看有哪些那個 failable variable去補 他去補 那個single variable 看有哪些這個 failable variable之後 他會去做 解析 然後去幫你把那個 ID跟Obset給設定好 設定好之後 後面就是 就像我剛剛講 你只需要去拿來用就好了 對 TLS跟shared object同時存在的時候 你可能會新增thread 你可能會新增shared object 所以通常那兩個interaction就有bug 所以 我這輩子 看到TLS 那個table爆過 就是好像有一個 OpenGL的始作裡面 TLS用太多了 然後load的時候 會某一個table 原本的design會擺不下 這樣子 table擺不下嗎 他是那個table 理論上應該是 他是會動態增長 對所以 應該是不會擺不下問題 某個特別的case 不好意思 好 那 大家還有別的問題嗎 那 如果用做local storage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要先呼叫 TLSGateAddress 然後再 去address它的話 那是不是 比用goal variable 慢很多呢 對 如果你用 TLSGateAddress 會比goal variable 慢很多 所以實際上我們會有一些 最佳化的手段 我真是沒有講 他實際上 剛剛我提到那個 TLSGateAddress 我已經帶過兩種存選模式 實際上他有四種 另外兩種是 我回去一下 我這邊其實有個圖 我透露一些玄機 只是我剛剛沒帶過 因為我怕講不完 而且我怕會緊張這樣 剛剛我這邊 右邊 右邊那個部分有沒有看到 實際上 如果你這個share library 它是在程序初始化階段 就被讀取進來的話 它的feedback storage 會被擺在 feedback control block 後面 就是直接就擺在後面 那如果要存取這些 其實我們根本就不用 大配做商量 呼叫TLSGateAddress 我們只需要去 從feedback control block 位置 去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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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再去用那個offset 直接去把那個記憶體位置 加上一個offset 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 後面跟他接在一起的 feedback storage裡面的變數了 那這樣的話 你就不需要 呼叫任何 TLSGateAddress 你只需要 從贈存器裡面 拿到 feedback control block 位置 然後再一個加法 就可以把這整件事搞定 只需要兩個intrinsic的指令 就可以做好了 那這個實際上 會快非常多 只是它是會 會有一些限制 所以它不一定 總是能適用 但是 compiler跟linker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他們會盡全力的 去把存取模式 轉換成我剛剛說的這一種 好讓說 我們可以 存取最佳化這樣 這很慢 就不去讀錯誤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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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期 問一下那個C++LAMANDA 難度 好 樼 不知道Capture的時候它是怎麼樣運作的 欸好問題 Lambda我沒研究 我不太敢回答這個問題 我怕誤人之地 這我真的沒辦法回答 對對對 但還有問題嗎 你剛剛提到說 Zericonsr block後面會接那個 LiveSea的那個Storage 可是一般來說 通常這種Library之間 不是都會接那個 會有一些Ridden的空隙嗎 做一些防護作用的 就像Kenderman那種感覺 好問題 好問題 我一樣沒有辦法回答 對 我真的不知道 那可能有吧 但我沒有實際去追這個細節 它至少會是Fationline 對不對 它至少會是對其他 還有其他記憶體的頁 如果是不同 ShareLive裡面的Variable 的TLS 對 那 大家還有別的問題嗎 對 對 請問一下 因為其實我沒有很了解這個TLS 可是我想問TLS 這算是什麼樣的Spec 算是Language的Spec 還是Operating System的Spec 這種東西 是Operating System的Spec 並沒有寫在那個Language的Spec裡面 哦 所以它算是Operating System的Spec 好 那Language的Spec 它通常好像是記錄在那個 我們Linux所謂API文件裡面 尤其像X86那種比較老的ISA 後來才加入 3Local這個概念的就是 我們後來才軟體的人自己訂的 其實我有點 不是很Gate到這個 3LocalLibrary 3LocalVariable 跟這個Dynamic Library Loading 都念的 連結型 對 因為就像你範例給的 這個3LocalVariable 它可以單獨存在 對嗎 對吧 這跟Dynamic Library的Loading 有什麼關聯性 哦 對 就是那個SharedLibrary 它可能也會 裡面也會有3LocalVariable 對 那所以這個SharedLibrary裡面 的Variable 會變成3LocalVariable 對 就是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 是存在 是誰來管理的 是 是Always來管理的 還是 Always管理 是Always管理的 那它的生命周期是跟 是跟這個Thread的 那所以它呼叫的時候是 透過映射到 不是我今天呼叫這個 動態庫的時候 它是透過映射到 這個動態庫 那 那這個動態庫 需要用到這個 SharedLocalVariable 再映射回來嗎 還是怎麼樣 這個 其實它並沒有什麼 映射不映射的關係 就是 SharedLocalVariable 這個Stories 它是 被存放在 堆疊裡面的 就是它就是 堆疊裡面的一塊空間 然後被存放在 被 跟這個 ThreadControlBlock綁在一起這樣 所以它 它 它 就是說你今天 Loading 那個 SharedLocalVariable 進來的時候 就是說 像你剛剛說的把它 這個Loading就是把它 映射進來嘛 但是就是 然後這個OS就會自動在你 在HIP那邊 幫你分配出一塊 FerkelStorage 然後幫你把它 保存在這個 FerkelStorage 裡面 所以動態連結 可能有兩種 常見的情況 一種是你的主 你的主 你直接就 DTNeeded 連結到 譬如說 LipC.so 或者是你 Runtime在DLopen 一個另外一個 so 那 在兩個情況底下 Compiler Linker 跟作為系統 都會配合 讓你在 BrainStore的生成 或者是新肉Library的時候 它 你標準StoreLocal的Store 就是要自己一份 這 大家還有問題嗎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再鼓掌感謝神了